只是路口紅燈了 戴著安全帽的騎士們 一個個彎下腰來忙著撿錢 這間大馬路上四處散落千元大鈔 騎士們炒熱心 紛紛幫忙撿石 遠景貨報到場這錢還沒撿完 連警察也蹲下來幫忙 隔沒多久 來了一名穿著羽絨衣的阿伯 他說這錢是他掉的 原本錢就放在口袋裡 車子騎著騎著 這錢就被風吹跑了 30日上午接過民眾報案 遠景到場後 與熱心民眾及施主 一統撿取第三個鈔票 順利將施主掉落的所有鈔票 全速找回 30號中午就在屏東棒球路 與復興路口 目擊民眾說數一數 飄散滿地的鈔票 大約有三四萬塊 最後竟然全部都被撿了回來 沒有端手 這樣好了 台灣人的精神就是這樣 這樣 撿死了 如果是你經過 你怎麼會撿下去 撿給人 撿給人 可以每天高雷 怕這次有結婚 對不對 就在大馬路上 騎士們玩油 忙著檢十千元大鈔 施主說一張都沒少 騎士與遠景熱心的模樣 讓人很暖心 TVBS新聞林一邦屏東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解决